高雄检警逮捕到一名偷拍狼 他涉嫌在台北的捷运站 百货公司还有高中的校园 偷拍3792位女子的群体风光 被指根本是台版N号房 检警搜索发现这名36岁的嫌犯 还会将偷拍的影片后置打上浮水印 而利用这样子的群组呢 以会员制来贩售 五年多来获利高达了1000多万 这嫌犯从去年12月被拘提 这个月2号贞结被依法起诉 还来不及反应嫌犯已经被控制行动 现场被查扣电脑主机 手机还有小型运动摄影机 这些全是嫌犯偷拍犯案的工具 已将高破摄影机藏匿于背包 随机摄入不知情女子 或高中子女生群体私密影像 在进行后置分类后 对外贩售牟利 去年12月被逮的36岁调性嫌犯 绰号胖马子 2017年开始足迹遍及台北捷运百货公司高中校园 他把小型运动摄影机藏在包包里面 趁其偷拍多名女子群体风光 其中还包括未成年民众 他还将影片后置打上浮水印 分类目录后 透过赖群组建立会员制 以每片200元到500元贩卖给会员 或是交换互惠 而只要会员处置泰达币入会 他还会送2000元看片金 利用商业手法吸引会员再度上门 犯案期间不法获利高达1000多万 受害者多达3792人 任被告设有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支持少年被拍摄性影像 贩卖少年性影像等罪嫌 检察官并申请法院宣告没收被告之犯罪所的 犯案期间不法获利高达1000多万 受害者多达3000多人 根据调查任命调性嫌犯 原本疑似没有工作 没想到竟然动歪脑筋 涉嫌偷拍 贩卖不法影像牟利 还在北部制产如今全被依法没收 虽然已经进入起诉阶段 但受害者的影片流出 也已经造成不可抹灭的伤害 记者吴宗轩 王超群 高雄报导 我们下期见